亲爱的读者们 我们这些生命中的经历 其实是很微不足道的 但是在我们的经历中 却见证这一位神是又真又活的 在大事小事上都可以去经历 他这位又活又真的神 就想到在彼得前书的一章 七节到九节 那里说到叫我们信心所受的试验 已经过火的试验 能会毁坏资金子的事业 更为宝贵 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 显为可得称赞 荣耀和尊贵 我们虽然没有见过这位主 却是爱他 而且要因信入他 而有这个 说不出来蛮有荣光的喜乐 这个要成为我们将来信心的结果 就是魂的救恩 在这样的这个 不论是疫情或者是这个动荡的事举当中 主要找着这个信心的人 所以这个大事小事各样的事临到我们 无非就是叫我们对这位神更有活的信 我们借着祷告 借着经历享受主 求主也把这样的信心更多的做到我们的里面 阿们 阿们 对 因为我们每一位都在信上得着兼顾 虽然我们外面有疫情 但叫我们更多借着祷告享受主 让我们不失去对主的信心 看见这个主他所良的都不会越过我们的度量 并且借着我们的享受 借着耶稣基督之灵全备的供应 也借着众圣徒的代求 能够转成我们众人的救恩 但美族